自2021年全球兴起LNG传造传热之后 掌握着LNG传关键技术的法国公司GTT Gas Transport与Technigas公司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 最新2023年半年报显示 GTT上半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同比上升30.7%至1.042亿欧元 过去三年GTT的EBITDA利润率均超50% 2021年至2022年 全球LNG传新增订单从96艘增长至176艘 持续刷新历史记录 进入2023年后 尽管前两季度仅斩获38笔LNG传订单 但该数量仍超过2021年同期 东吴证券在7月份一份研报中分析 2023年 预计全球能源转型叠下俄乌冲突 导致全球LNG贸易航线重构 将助推LNG海运进入增量时代 三年利润率均超50% 近日GTT发布的财务业绩显示 2023年上半年 公司综合收入同比上升 23.3%至1.778亿欧元 其中 新造船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5.2%达到1.635亿欧元 利润方面 今年上半年 GTT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42亿欧元 同比上升30.7% 且EBITDA利润率为58.6% 高于去年同期的55.3% GTT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Philip Bertleter表示 随着集团开始从2021年和2022年收到的 大量订单中获益 盈利大幅增长 作为LNG传业或维护系统中 难以替代的工程技术公司 GTT过去均维持着较高的利润率 2020年至2022年 其EBITDA利润率分别录得 61.2% 54.7% 52.4% 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领域而言 如通信 路桥 港口等高新技术企业 其折旧或者摊销费用非常高 2021年至2022年 GTT合并收入分别为3.151欧元 3.071欧元 净利润分别为1.341欧元 1.281欧元 利润大头依然来自于LNG传订单 2022年 GTT接受162艘LNG传订单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 这一数字为42艘 全球LNG传订单潮 自2021年开启 航运数据服务商 Vessels Value 向时代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1年 全球LNG传新增订单 同比增长约118%至96艘 2022年 则在此基础上 继续增长约83%至176艘 继续刷新历史记录 进入2023年后 尽管前两季度仅斩获38笔 LNG传订单 但该数量仍然超过2021年同期 LNG传为国际公认的高技术 高难度 高附加值的三高船型 而技术上最难的部分 则是LNG传的液货维护系统 该系统需向零下163度的低温液化天然气安全储存 同时使低温液货与船体结构有效隔离 以防止产生钢板低温淬裂 且蒸发力要低 目前市场主流均采用 GTT公司的液货舱薄模型技术 中国传博工业行业协会统计信息工作部副主任 曹博此前对时代财经表示 目前LNG传业舱维护系统上有两条技术路线 一种是NO96 另一种是Mk3 NO96路线对工艺技术与环境要求高 采用的是对环境敏感性高的银瓦钢 工人需要用西汉材质的特殊手套来焊接 以保证它本身的材料性能 对焊接总装等方面的施工工艺要求比较高 Mk3则采用的是波纹版的不锈钢 对材料的清洁度焊接精度等要求较高 两种技术各有特点 曹博说 1994年 GTT由两家精通上述不同技术路线的公司 Gas Transport Technic Gas合并而来 自此成为全球唯一一家 掌握薄模型液货舱核心技术的公司 专利费用约占船价比5% 刚过去的7月 GTT已收到来自中国大船重工 滬东中华 杨子江造船厂的订单 其中 GTT计划对大船重工 滬东中华各两艘新型LNG运输船 进行储罐设计 为杨子江船厂完成10艘超大型 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集装箱船 储罐设计 目前 国内的互动中华是全球唯一能够同时建造 NO-96 Mark III两种LNG船的传奇 其余国内船厂 如江南造船 大船重工 招商工业 杨子江船业 均采用Mark III型技术路线 8月10日 有上述船厂方面人士告诉时代财经 其公司目前承接的两艘17.5万立方米的LNG船均使用Mark III技术 暂时未有采用NO-96技术建造的LNG船 据了解 中韩船厂每建造一艘LNG船 需要向GTT公司支付1000万美元左右的专利费用 约占LNG船总价值的5%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LNG船市火热 LNG船的单船造价也在走高 据韩联社8月3日报道 HD韩国造船海洋宣布 已正式获得一家非洲船东两艘LNG运输船订单 单船价格约2.65亿美元 再次刷新全球17.4万立方米级LNG运输船单船造价最高记录 GTT预测得益于充足的手持订单 其专利使用费收入相比去年末 更具可预见性 Greater Visibility 2023年至2027年间 GTT收入将达到17.901欧元 2022年底为15.94亿欧元